黑白混雜的部分 其实是我们现实人生的大部分 尤其是其实对记者来讲 最困难的不是去分别那个善跟恶 而是说我们日常的操作里面 我们所面对的其实是善恶的战场 我觉得其实说我们要谈这个问题的时候 其实它并不是那么简单的 不过刚刚从警委所举的很多例子里面 我有一个感触 就是说过去威权时代政治控制的新闻 后来资本主义的市场进逐 商业控制的新闻 然后政府又用商业的这个逻辑 来这个置入新闻 但是呢新闻记者 我们有没有自己的专业能力可以扛覆 就是说其实刚刚警委讲说 没有错那些都是那些都是这个 他没有不害的 他是harmless的 他其实只是告诉你一个讯息 可是问题就是说 但是他有一个最大的一个 有一个关键就是说 其实新闻的专业工作者 把新闻的选择权跟判断权缴械了 那我觉得这个不论是对大的新闻来讲 对小的新闻来讲 这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关键 虽然登了一个大学社 一个科系或者是说偏向的 这个图书馆被这个充实 都不是什么有害的 甚至也是一个好的 可是问题是说 当这个逻辑的运作 整个就是说编辑台 他是付费 就是说有钱来买 我就给版面的话 那这个核心价值 他还存不存在 新闻官专业的这个 这个这个 关键他还存不存在 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回到 这个就是总瓜的来 从这个角度来看 那很这个 时间控制的不好 那我们现在就开放 那这个大家来发问的时候 那么与谈人 他们还可以有 未经之言的话 我们还可以做一点互动 那必要的时候 一起我们就 再延长十分钟 如果大家觉得 遇罢不能的话 那现在我们把时间 开放出来 你需要麦克风吗 那就是大声音 好就是又想请问 是因为我之前 是学国际企业行销的 所以说我一直都是站在一个 就是我们在制造 封关那个角度 可是到最近我就发现 就是像是泽冰 或者是像是泽文 然后慧林 就是如果说 我想请问的是 因为好像昨天还是前天 是忠实万旺的尾压 那泽冰就是在选 在这个年中之前 这样子出来 就是其实是很有 感觉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想问的是说 如果说一般的记者 他为了毕竟有家计 然后有就是生活的一些困难 那他如果说 如果说他没有办法像泽冰 这样做一个这样的选择 但是他又却要想抗拒 这样的业配压力 他会怎么样 他会被开除吗 或者是他会被跑到比较冷的 就是冷门的路线吗 因为我不晓得报社 或者是电视台 对于这样子的记者 如果他抗拒的话 会有什么样的处置 因为毕竟现在记者是 没有一个工会组织 可以帮忙 保上他们的那个工作权的 所以就觉得很好奇 我怕说这样子是不是 那些记者以后工作的权益 会有点扭曲那样子 谢谢 哪一位想要回应这一个小小 没有吃伟牙人 请回答一下 其实我讲一下我自己的观察 不见得完全正确 有人要请我吃伟牙也可以 然后那个 待会如果我讲不正确的地方 欢迎其他来宾补充 就是说 关于媒体内部的压力 其实我觉得 以我看到的 不管是实际经历 或者说 亲口转述的 就是说 以前两三年前 的确不会有那种记者 被强迫去跑业配 或者说甚至去拉广告情形 可是这两三年来 当越来越多报纸记者 电视台记者可能早就 已经没有反抗能力了 那报纸记者也开始被 赋予越来越大的压力 当然我就 我就半开玩笑说 大概之前大概就是 有时候会关起门来吵架 吵架然后拍桌子 那可是这 慢慢的慢慢的 当那个广告业务的压力 越来越大的时候 我就讲说 你拍桌子也没什么用 可能就只是 桌上的灰尘会少一点 那除此之外 当然也有 也有些 个人会因为 他自己态度的强硬 所以说 媒体组织相对来讲 比较 不敢强迫你去 跑业配 或者说强迫你去拉广告 可是中间的那个 挣扎过程是会很痛苦的 包括 有些从业者 我听到了非常多的案例 的确会被用比较 粗暴的语言去对待 或者说 去给他们压力 那 有些人呢 就会受不了 而慢慢的离开 其实 除了我之外 其实据我知道 好几个媒体的朋友 尤其是报纸 是都在这一两年 是因为这个缘故 离开 所以说 我才开玩笑说 大概 这个情况再下去 大概除非你报定就说 不好意思 我就常常讲 所以说 除非你报定说 临北不干最大的心 请自己一番一声台语 要不然的话 其实 我可以预见 那个趋势是非常明显 我就三年前 我还在中时电子报的时候 那时候我是担任副总编辑 其实 景为是我在中时电子报的老长官 那他刚刚一直提到说 他跟我聊过 我很怕外界会担心说 他是我的幕后主使者 但会害怕 其实并没有 其实我有跟他之前 就跟他私下交换过这些意见 他有些观点我同意 可是 有些观点我跟他有分歧之处 可是我们是可以非常坦诚谈 这件事情 这的确就是中时内部的文化 那可是 我看到那个趋势是 的确那个抵抗是越来越没有 会越来越辛苦 越来越挣扎 那包括开始会有媒体是用 你这个主管 或者说你这个个人 业配的程度 或能力高不高 来做思考 甚至会影响你的考级跟升迁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对的事情 谢谢 那我回答一下 对那个 我说 嗯 我说